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对于不管是制作单位来讲 对电视公司来讲 或者是对演员来说 其实在体力上面啊 或者是要 因为还有联系的问题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那问一下Darren 你觉得这部戏啊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真的大家看了 然后跟长辈一起看完之后 你有机会到台湾的时候 可以到我们拍摄场景 去绕一绕去参观 那最好是可以带长辈一起 对 我就会 等于是陪我们一起走完了 这700个旅程 所以看了这部戏之后 你感觉上 你是游了台湾一圈这样 没错没错 20圈 好不止 刚刚子晨也讲了嘛 这部戏是 十位70岁老人的人梦之旅 那我很希望 大家看了这部很疗愉人心的戏之后 可以问问你家里的长辈 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愿望 没有完成 我们可以陪着家里的长辈一起去完成 然后呢 也可以问问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愿望 没有完成 我们也可以去完成 然后就真实的 踏上一段 很喜欢的自己的旅程 那这一次呢 来到新加坡 你刚刚有提到 我们第二次来 相信 扩别了16年 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一看 哎呦 新加坡的这个 啊 这风景是不是非常漂亮的 就 因为小时候来就有去鱼尾石那边拍照 然后我昨天来 是同一只吗 是那一只小小的那个吗 我好像比较大只 比较大只 因为减肥啦 最近 饮食习惯比较控制 然后昨天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 真的很漂亮 好 那其实因为这个是个卡通来做改编 所以你们的呈现方式 卡通跟真人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有没有做什么区分呢 嗯 除了2D变成 10D以外 对 其实真人版 其实我们加了很多小丸子的幻想空间在里面 那 我在呈现这个角色 其实稍微把 因为大家都是像小丸子 其实是 无厘头啊 可爱啊 然后有点小韧性 然后有时候还有点 小小的懒散 就是这样的 可爱的小女孩 那我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有把它放大 嗯 最喜欢心脏的美食是 超喜欢的 有没有 我们昨天都已经吃片了 肉骨茶 海南鸡饭 然后辣螃蟹 海南鸡饭是刚刚中餐 哇 所以今天晚上可以有什么推荐吗 还可以再吃海南鸡饭多一次 是这么多旅游节目啊 那感受是怎么样 感受啊 就是终于让我有机会来到新加坡了 是你可能在你的节目有在新加坡拍摄过吗 有介绍过新加坡吗 这一次就是因为来参加这个电视节 所以呢 我们已经连续拍了四天 像我身上这套衣服我已经穿了四天 但是来之前我有盆香水 是要接气的关系是不是 不臭 但是带点酸 是 新加坡很热 对 而且呢 我今天刚好就是在那个 金加坡对面 就是那个海滨湾 花园那边拍摄 上我手上呢 这边还盖了一个印 一个电瓶车 哦 所以呢 样子有点狼狈 所以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而且我看到范文芳 你好 我的偶像 真的 当初其实我刚刚接到 听说是蔡英娟导演的剧本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我也是她后鸟来的季节的粉丝 那我看了剧本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当了妈嘛 那对可能对很多的可能生命啊 亲情家庭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读剧本的时候呢 在每一页就开始哭开始哭 然后我老公说 这个剧本有真的这么好吗 我说真的很好 可是那时候因为我 舍不得宝宝 我也不知道 呃 我没有想要去接 可是我只想要读剧本而已 读过影 可是因为 我老公每天就说 欸你应该去接 每天每天的不停的在鼓励我 所以我就 接了这部戏 那看了电影之后呢 我真的很开心 我有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生死离别》的议题 是不是常在电影院看到的 那导演很大胆的去把这个议题呈现给我们 那整个电影可能会非常的沉重 可是我会 呃 我是觉得它会像电影里面最后的镜头一样 在海洋 会非常的疗愈人心 是 帮你 叢 servic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